現在香港有一個很缺乏的 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 迂迴哲曲 指鹿為馬 透緩概念的方式來說 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可以說你不明白 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 是嗎 Hello 大家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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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不明白 今天是2021年中秋追悅日 對 追悅 跟大家見面 今天是2021年9月22日 我是John Sam 是一個禁人月兩團圓的日子 但你看到我們這裡是不齊人 不齊人 齊樓沒有人 這裡地方沒有人也不奇怪 今天放假 是公眾假期 但是你問我們在這個畫面裡面 我們就少了一個人 唉 越有陰情圓缺 唉 比較遮掩月光 本身星期一我也打算遇上 我真的遇上了 是 結果你們兩個都說要做節 做節 沒辦法了 做節都很大了 真的 是的 真的 這是我真心說的 做節都真的會很大了 跟家人做節 這樣 結果就說了今天 今天還要是Billy提議改今天 他就提議 星期三 我就說好呀 星期三 然後他說我不行 這些人真的 問得屎 混蛋 想起來很生氣 但這個中秋節 不僅僅我 我至少很多人都很高興 高興 我以為你生氣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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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很多人都很高興 因為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花燈節 大澳有一個花燈節 我之前也看到 東張北望也有介紹 因為東張北望也沒有正式開始 但是就說已經吸引了很多遊客 很多市民去觀賞 而且還可以 因為他還沒正式開始的關係 他也給這些燈籠 你可以自己畫上去 因為他沿途已經掛了電線 他這些是那些什麼 是不是那些旅遊局搞 還是鄉議局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要問 問了你會很掃興 不知道可能是民間自己 街坊自己搞 還是官方搞 沒有 他這裡只寫大澳花燈節 正路來說 譬如當沙田中央公園 高山劇場那些 他在康民署公園搞 一定是官方搞的 哦 由民間大澳非貿易 非貿易和非貿易機構 香港開心點主辦 哈哈哈哈 他今年的主題叫做 《留下來的水香情》 因為我知道 自從上次大叔的愛 劇情就說 Anson Lo和田田 哦 就去了大澳一日遊 Anson Lo的老家就在大澳 是在大澳的 就在大澳一日遊 自從那部劇出了之後 都多了很多人進去打卡 是嗎 聽聞是 我不知道 直至搞到這個大澳花燈節 又引來一班市民進去參加開心事 而且又真的挺漂亮 挺不錯的 挺不錯的 掛出來的燈籠 五眼綠色又可以自己畫上去 比台灣放天燈社的願望上 要放上天 掉下來又有火災 這樣就不好 你看看 這就是香港01拍到的照片 這樣也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這樣也很適合一家大小去參觀 但是這些東西就很敬不上了 這東西就很敬不上了 就在這個 19號就是在前晚 就是在中秋營月那天 不是 營月19二二二 不是啊 是星期日 不是啊 19號是星期日 是嗎 19號是 對 19號是星期日 營月還未到 原來營月還未到 這樣就有大澳居民舉辦 大澳水鄉花燈節 帶人滿為患 花燈節搞首之一 一張敏方就表示 大量人就在大沖橋停留 也就是 就是大叔的愛 就是他們兩個在那裡 最後那個直升機械的那條橋 他就說在那裡停留 他們也有說 旅客太自私 站在那影不肯走 故決定關燈 令旅客鼓吵 花燈節原意是以燈籠為下一代引路回家 唯有居民回大澳過中秋節被人流阻塞 導致不能歸家 我先插一插一插 他說那個什麼 為下一代引路回家 我覺得這個說法挺不老禮的 引路回家 拿奔龍引路回家 你會想起什麼 其實我又沒有深究 中秋節的燈籠究竟是有什麼意思 我不管他是什麼意思 但現在他賦予燈籠一個意思 這個組織賦予燈籠一個意義 就是幫下一代引路 我覺得有些不太老禮 我想起其他東西 令到我 燈籠 蠟燭引路回家 現在你會想起什麼 嗯 我想不到下一代 我想起上一代 上一代 這樣 但是 嗯 對 結果他就決定關燈 但之後他有讓道步 他就說 他其實就是 為什麼19日會這樣說呢 因為18日星期六 因為來上燈的人太多了 在跨沖橋及新基大橋的疏度工作 也沒有太大的功效 所以導致兩橋一度人流濟湧 嚴重阻塞 並影響大澳居民的日常生活 這個我就覺得可能 可能 我就建議這樣 我又建議這樣 以後在大澳 真的什麼都不要搞了 真的什麼都不要搞了 你問我 長洲 長洲每年都有飄息 是 我從來沒有聽過 因為有人搞飄息 導致他們回不到家 長洲每年都人山人海 我沒有聽過 可能真的住長洲的人 相對較少 或者每年的夏天西貢市中心 西貢市中心的居民也是 是 是 你賴而失車 是 是 當然也會有抱怨的 是 但是他們 你住了都會明白 是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誰叫你西貢的船出入入就在碼頭那裡 是 那些人去滑浪也好 遊船也好 全部都可以出入 是 你西貢只有一條路 是 這是一個交通配套的問題 是 他們都無奈之中都要接受 既然我住得在這裏 就要接受這件事 沒辦法 我又不會叫他們無奈接受 那當地的居民 他們事實上的心態 真的是無奈接受的 我 你問我 我就一句感覺到 我說不知你 我說不知你 你說當地的人 其實是的 要不就不要搞 喂 你很有趣的 你要搞這件事 出來 影響到你了 你就說 喂 搞錯了 坐著我 喂 你搞那一天 人家不是突然間搞的 我是想說 投訴那些居民 人家不是 人家不是告訴你 今晚不如我們搞個 花燈會 好嗎 人家有沒有徵求過你同意 不是 他搞之前有沒有徵求過你同意 我不知道 但是你應該是 一早有機會 有時間 他讓你反對 你知道先 給你反對 喂不是吧 神經病 大澳這條街 這麼狠窄 地方又小 你這裡搞大會 你搞我 我懷疑是 有沒有諮詢 這件事 因為你們始終不是官方搞 你是那些非牟利 那些機構 街坊會 搞的 也不是街坊會 非牟利和非牟利機構 大澳非牟利 非牟利和非牟利機構 民間組織搞的 他比較開心 他會否諮詢當地居民 搞不搞好呢 我覺得是未必的 也有警察 也有警察 過年過節 是否有些喜慶的氣氛會好些呢 所以你問我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 其實我覺得是否官方搞 我覺得也不是很關係 我覺得也不是很關係 如果是這樣 我就覺得大澳以後 就什麼都不好搞 你那裡是死症 是啊 我講高尿橋 我講高尿橋 因為你那裡 那裡 扎就肯定了 OK 我明白的 譬如我講飄飾 他搶包山也算有一個運動場 也算有一個地方給你搶包山 起碼沒有一個位置 是必經的 是的 也有碼頭出門 你一定會走到 現在你這樣搞 所有事情 你都是在民居旁邊搞的 現在你就是 變相你就是告訴我 你在大澳這個地方 是不適宜搞公眾活動 其實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大型的公眾活動 真的不是太適宜搞的 是 這樣 那 然後 那 別人不搞大家 對了 你會看到網上一些反應 一些反應 也挺有趣的 關於他們的回應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說法 別人 別人 下次不搞 大家一定很滿意 這樣 當然 有些人 一定會頂頸 包咬頸 這個世界一定會 不是啊 不搞不好搞 不用油車可 因為可能就是 因為有些人 就不知道他幾點關燈 他改了 你知道這些事情 你很難說 大家都看著你 他們改動的嗎 可能都會白行一趟 然後有人說 老實說 如果他們不懂得搞大型的活動 就不要搞了 一來就怪遊客多 又說有機會腰斬 那還有什麼好說呢 所以就說他們不要搞 大家最開心 繼續行商場 去行街消費 中秋都是行商場搶月餅就好 你搞一個這樣的活動 就是撕裂香港 我覺得 其實搞什麼都會撕裂香港 我覺得 你搞任何事情都會 各說各話 留言當然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對的 是啊 一般的網上吵架也是這樣 是啊 如果不是 說真的 我不會在公開留言 我覺得很無謂 其實沒有答案 你一個留言板 討論也好 吵架也好 其實沒有答案 大家當然覺得自己的想法是對的 所有網上的吵架都是沒有結果的 所以你說這次這個花燈節 到底誰是誰非 都是沒有答案的 你說下年要怎麼搞呢 有人就要求說 不如將這個花燈會延期到十月中 這麼搞笑 你想想 如果我本身就是一個在投訴的大澳居民 你還要搞到十月 我給你這裡的人 我給你每天來的人少一半 好嗎 吵架 吵架 你還要我忍到你十月中 但就算你不搞什麼特別活動 疫情期間 尤其是人去不了旅行 我覺得離開不了香港 主要都是這個原因 你星期六天都是這麼多人 是 除非你在村口寫著說你非居民就不准進入 要不然你沒辦法 你還要裡面多了這麼多旅遊元素 裡面有酒店 又有民宿 這些是吸引了什麼 你不是吸引當地自己的居民住 你也是吸引遊客 你吸引遊客 既然你已經成為一個旅遊熱點 你放假人多 就必然 因為我也不理解 究竟那群投訴的大澳居民 其實他們真正的想法是怎樣 對於大澳這個地方 對於大澳的想法是什麼 我就聽了很多 什麼保育啊 生態游啊 然後又說 我記得之前ViuTV的節目說 去那裡弄自己的獨木洲 我沒看過 他那裡有個workshop 你可以弄自己獨木洲 去弄獨木洲 雖然還可以在上面畫東西 可以弄獨木洲 然後剛才師傅說的 有民宿 又有一些導賞團 我知道那裡是有的 中華白海團 對 然後大家都會說 當然這兩個字 我覺得很討厭 叫做活化 但是你們本身大澳的居民 你也很想吸引多些遊客 可以來這裡游山換水 其實不要說這次花燈節 在三年四年前 香港還是安定繁榮的那段時候 現在也是 早兩年差一點 在安定繁榮的期間 其實那裡也是很多人的 一度假日也很多人 沒有什麼特別活動搞的 大家去買蝦桿 等一下會去逛逛 其實都一直出現這些 好了 當你搞一個大人活動 原來你是負荷不了的 不是 我不是怪主辦單位 是那個地方本身負荷不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些真的很不幸 其實大澳也不是一個單一地方 剛才說到長洲飄飾 他明知道那天進去的人 一定是有可能會超出負荷 他真的會有措施 在碼頭折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分 當地居民可不可以乘船回家 要不然去碼頭真的會折 因為你下不了船 就下不了船 你的賭爆我沒有辦法 但你不只是船 有些人可以乘車進來 現在大澳主要是綠路 其實主要綠路 乘巴士也可以 所以你說有些當地居民很不滿意 有這麼多人 所以令到他們出口很不方便 我覺得這些意見 聽了就算了 不是啊 因為你變相的是什麼 如果你的居民 只要有一個這樣的居民出現 其實你反映的是什麼 你大澳以後就不會去搞這些公眾活動 你解決不了嗎 那裡的地方只有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他要想方法 沒有啊 有什麼好想 所以剛才我 填一個運動場 填一個大足球場 可以在那裡搞 剛才我的觀點就是 投訴一些人多 因為出現不方便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些不用管 因為通常這些都是煩交 你做什麼都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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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沒有人了 那時候就說 生意真的靜靜了很多 大家都 真的想想辦法 怎麼可以改善現在的情況 一定是有這些人出現的 大家都不愛香港 都不來參觀大澳 你經過這次的經驗 我覺得你沒有 所有事情都有第一次 通常第一次都會有機會 我當你這次是第一次搞這些大型的活動 那你就從中吸收經驗 看看有什麼改善 雖然我覺得 改善到的方法真的很少 很老實 是死靜的 在大澳來說 你又阻止不了人進去 你阻止不了 除非你停了巴士 然後 討論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去到公德心那方面 因為Billy有關不關的關係 我也不知道她前問後 我看到這一句 跟香港人說 公德心是否有點浪費 是的 因為在香港的教育 他從來 他所教你的 他只是教你 不要被人罵 那些不是公德心的教育 以前有的 以前是教你 清潔香港運動的 清潔香港是 但他背後 他所用的真正的方法 其實是罰你五千元 我說以前 不是現在 我說港英時代 那條垃圾蟲 那些宣傳的廣告 人見人憎 就是公德心 現在就是 但是那個公德心 只是維持了 不要亂拋垃圾 不要隨地吐痰 都是公德心之一 但不是說這些公德心 不要妨礙人的公德心 是沒有人教過你的 是的 不要妨礙人的公德心 是從來沒有人教過你的 然後有些人說 其實真的 為什麼全香港700萬人 不預先開個會 說定哪些人哪天去 幾點去 會逗留多久 自己分流好了 就不會搞到人 其實我想想想想 我覺得這個也是辦法 OK的 你不就用安心出行 我預先預約 我幾點鐘去大澳 拿票 對 那裡的預訂單 一敷了你就不能進去 對 你一定要那個批准 你才可以進去 又或者是用拿票的機制 鬥快感 又是去快達票 鬥快感 拿票是免費的 那一天可能就800張 即是你無故即興了 沒有的 無故即興了 無故即興了 最重要 對吧 真的沒辦法 所以你說 好好的一個中秋節 你看看 這個是 觀塘海濱 這裡是觀塘 觀塘海濱 昨天Billy也有親身到人山人海 那這個一定的 這個假月亮 我又在想 昨天我下街上院 昨天我這兩天也看到月光 還記得當年 死定我昨天 我沒有看過月光 早兩年不是說華為有電話嗎 可以很清晰地拍到月亮 那時候不是有人懷疑 有人懷疑根本就是AR的技術 總之他看到一個發光的物體 他就跟月亮的圖案 我懷疑的事情 後來直至到我看到 現在周圍都有這些 你看到大家中間那個 是不是吹氣 這個我想不是的 我想又是拿玻璃纖維 還是用紙紮的 整個外形 你這樣看下去 多像 我印象中之前就在那個喜帖街有 喜帖街那個新的那棟藝豪宅 我忘記是否中鈔 總之是有個月球物體掛在那裡 很多人打卡 哦 都是北內府都是這些 我覺得就算你沒有這個 今年這個觀塘海濱 沒有這個假月亮 昨晚也是這麼多人 都是會人山人海的 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多個位置給你拍照 是 我覺得很奇怪 我看到一些照片 有很多朋友都去了 最慘的這些 還在跟你說什麼 跟病毒談好了 第五波會遲些到 不用理會 不用理會 你不愣上街 你這麼愣喜歡防疫 你一出街即死 你在家睡覺戴口罩 不是啊 你綁定氧氣瓶也好 你怎麼知道 你立即死 我看電視羅蘭姐這樣說 這個病毒無色無味 所以各位路友記記得打針 其實現在只剩下一個方法 你不會做武肺 就是馬上死 你馬上死就不會做武肺 又或者 直接沒有眼視乾淨 先中了 那他不想中 可能沒事 不要拼了 死穩固 不要拼了 我來拼了 那我拼了 如果在一個新冠病毒 放在我面前 死我選 我一定選病毒 我也是站在防疫狼的角度看 也是 也是 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剛才我說 我在Facebook看到很多人 去了這個觀塘 那個大家 我看來看去 看去拍很多張照片 拍來拍去都是假月亮 那真的月亮呢 即是無屎海 我想說 真月亮是很難拍的 我想說 我明白 我明白 為什麽我覺得現在 那些人的焦點去上假月亮 那 我在現場的人 到底有多少個真是 放下你的電話 看一看你後面那個真月亮 我高你的頭 吃月餅 想魚 你有沒有真的這樣放下電話 不要理會假月亮 轉面看上天 看上天 看下真月亮 其實這幾天 都算是天狼氣清 月亮也是很清楚 很清楚 看到那張照片 那天沒有暈 是啊 但是我這樣說 真月亮真的很難拍的 我不是叫你拍 我叫你照片 現在變了很多人 照片不是真月亮 照片是假月亮 我有點有趣 不是啊 我看Billy有拍到 很明顯我不是針對Billy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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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記得他好像有啊 他嗯 有拍到月亮 他的圖片 他應該是 哎呀 他那個圖片 他那個圖片 真煩 那不振了 算了 但是我又覺得就是 哎 好像現在這個這樣 官堂 仍然是人山人海 但起碼影響不到居民 但是換來一地垃圾 这个也没办法 对啊 我也觉得是这些 我想说不要为这些事而不高兴 对啊 我也不要太介怀这件事 因为你始终人多 你很难要求每个人都像你那样有功德心 带来的垃圾自己带走 肯定会有陷家产 或者是忘记得拿走也好 肯定会有这些人 所以为什么会有数街的人存在 有人说这是大陆来的合情合理 不是的 孔子教几千年都没教识中国人 不关事的 孔子没有教过你不要乱泡垃圾 就算你去英国看完一场球之后 那些垃圾都让你害怕 是 有一次很深刻 就是去温布罗看球 是英格兰对加纳 半场 半场通常有十个有九个都去厕所 或者去买啤酒 是 厕水自然会带牆去长龙 然后去吧 走进去已经见到全地濕了 是 我心想都是水 但我再走进去见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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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是 是 看到很多的外国 除了尿兜位之外 是 那些墙都站满人 全部是站满墙 是 是 是 所以全地都是尿 全地尿 是 所以 这些人也有人这么说 今天观堂 明日是什么 明日伦敦 什么明日伦敦 伦敦一向都是这样 不要讲到外国西方世界 不是的 跟你說這個是全球化的 不是中國的專利 不是香港的專利 全世界都是這樣 不要說到西方自由世界的人質素好些 一模一樣 你好得清高嗎 你香港好得清高嗎 有人說這種情況在日本不會發生的 日本真的好一點 日本真的好一點 台灣也好一點 譬如日本一年都會有幾次活動 Fuji Rock 我不是說這些 譬如賞櫻花 郊遊 風業 我想說 一定會有人覺得我是藉口 但人家真的是地方大 人家真的是地方大 可以經常搞這些事情 自然會有那種自覺 香港人遊行都沒有垃圾的 為什麼 一年有幾次行 一年上一次中秋之後 還有他們自己有狗賊 然後會自己撿回垃圾 是新移民才去上月 這些人才去上月 誰是新移民 我反而就是覺得這樣 即是真正的香港人 像這班人這樣說 真正的香港人不會扔垃圾的 是高質的 因為事實上你們是說香港人很高質的 在一些人的眼中 而那些高質的人就是怎樣 就是天天躲躲在家裡 不能出街的人 留言 那些 Garry Ho 那些 是的 這些是真香港人 因為他們一定不會扔垃圾的 因為他們正在吵架 他們正在罵你的人扔垃圾的 他們一定不會扔垃圾的 偏偏是怎樣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無奈 最忍有功德心 不能喜歡扔垃圾的人 就在家裡了 你不出街 又不用坐車 又不用排放廢棄 可惜 可惜 真是可惜 但是浪費電 浪費你也是浪費 你也是浪費地球資源 神經病 這樣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慘 中秋節 學John說真的 不要太介懷這件事 其實你本身在今時今日香港 要開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還要在這些細微細眼的事情上 你還要把所有東西放大來看 其實你改變不了什麼 只會你自己不開心 對 無謂 無謂 因為未來又說會有垃圾徵費 說了幾年 這次真是真的會搞的 但你問我 其實一定會搞得到有獲足 對 一定 一定 總之在街上的垃圾桶 就在旁邊 都充滿了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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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垃圾站的那些垃圾桶 那些垃圾桶 那些垃圾桶 又是滿足了 除非就是 之前我們提過 你要配合垃圾徵費 這個說話 首先第一步就是 你一定要減少街上的垃圾桶數目 要不然你不會搞的 你不讓我在家扔 我就拿到街上扔 自從19年之後 街上的垃圾桶 真的少了很多 對 真的少了很多 事實上 在香港真的人少了 那些人好像 Gary Ho那些不出街 他感受不了 一人多聚集 就變成這樣 是呀 你答得那麼好前 對呀 好前的 好前的 所以我也是覺得 你在香港 你每個個中秋都可以 撕裂香港 搞得不開心 都可以 真是普天同慶 所以都是留在家看電視 是的 最實際 這裡